大家好,我是蓝雀,今天来看最新离谱日剧 订阅女友 订阅女友是啥意思,就跟手机套餐一样 交往前需要付费包月,就是这么离谱 美女小只体质特殊,老碰到有女朋友的男人 发生关系又舍不得分手,这男人也是离谱 正牌女友夺命抠,和小只做完转身就跑 这男小只很尴尬,人生陷入死循环 还得看渣男秀恩爱,感觉连炮友都不如 真是离谱,这么离谱的关系是怎么开始的呢 小只在音乐活动兼职时认识男人,他很体贴 放歌调动情绪,刚好是小只爱的歌 瞬间拉近距离,接下来是日本绝活 卡哇伊大法,猴夸小只卡哇伊,小只瞄动 这是在撩卧,再约去音乐节 音乐节还玩开肩房,两张床怎么选 男人选这边,小只也要睡这边 气氛焦灼起来 激情大战不可避免,大战结束 男人露出真面目 这不就是骗炮吗,还没完呢 再用亚沙西大法 小只居然接受,想得渣男会和女朋友分开 和自己一起,当然不可能 接下来就是无尽的抱歉 小只经常被犯鸽子,正排女友排在第一位 他还是没放弃,期待渣男会分手,分手是不可能分手的 小只感觉自己像订阅的音乐 想听就拿出来听一下,没用时就扔在角落 可是订阅音乐还要花钱开会员啊 小只灵机一动,干脆把自己当音乐 需要订阅才能用 他跟渣男提出,要想继续交往 必须付费包月,付费以后想怎么用都行 不付费就解除男女朋友关系 是不是很方便 小只幻想男人会说,对不起,那你不安了 我现在就和女朋友分手,我们认真交往吧 这怎么可能做梦吧 渣男没有付费,直接消失 订阅制还有点用,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小只想着搞大事业,找点志同道合的人 上网发布消息,寻找和他一样对爱情失望 想当订阅女友的人,还真有人回应 正是这位小姐姐,她叫小娜 看起来像几岁 小娜学历低,有点自卑 她和小只一样,很容易喜欢上别人 这种体质特别招渣男 男朋友也不把她当回事 恋爱一直不顺利,她很想改变 看到小只说的订阅女友,感觉很有意思 小只介绍 包月付费就不会陷入爱情陷阱 两人一拍一计合,开始激情训练 要看包月付费就不能对男人有感情 拍点美照,发上网招揽业务 小娜决定从现在的男朋友开始 看他会不会订阅 搞不好会暴躁分手哦 不管了,先试一下 小只很懂 她提出付费,渣男瞬间消失 突然有人约小只见面 他叫阿浩,是小只的高中同学 好不容易来一趟东京,赶紧约见一面 老同学见面特别开心 先喝几杯 小只嘲笑老同学穿西装 阿浩倒很积极 自己没啥大理想 安心单颗螺丝钉 好好生活就好 阿浩也不问小只的情况 聊得很开心 小只约阿浩去家里继续喝 喝着喝着,气氛开始焦灼 阿浩醉倒了 小只忽然发唇 世zess sonst聖赕 老约 近年 曾经厭重 大本人 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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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안녕 老约 啊 是的 你不做的嗎 不做的 有不做嗎 所以不做的 有不做的 因為我一旦要放棄 我會想要不要 你的話 我會想要不要 我會想要不要 你有不做的 我會想要不要 我會想要不要 这一系列发展精道小芝又要沦陷了 会不会又是渣男呢 小芝开始纠结 她想到了订阅制 交往可以先包月付费 阿浩的反应出乎意料 看起来不是很渣 这时小娜发来消息 订阅女友的账号已经注册好 上传好照片招揽业务 付费包月就能选择女友 要不要订阅呢 阿浩不犹豫 包月就包月 剧情离谱起来 看预告小芝把阿浩介绍给小娜 小娜也告诉男朋友订阅女友的事 她男朋友更狠 要找别的订阅女友 狗血故事离谱起来 感兴趣的点个赞 评论回哥还要看 记得关注大蓝雀 天天都能耍 我是蓝雀 拜拜 拜拜